看两岸观点下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今天有哪些重点消息要关注 一起先来了解 金龙2018中检两军联合训练向反空领域拓展 双方官兵混编同训 课题更贴近实战 中国空军发布战神强军宣传片和纪念风 生动展现新时代强军故事 五一小长假首日火车票惊奇开售 王金平指出两岸一家亲是最大公约数 台当局对抗的旧思维难以应应新变局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注本周东南亚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 马上来连线厦门卫视东南亚演播室 请驻马来西亚记者廖元带来报道 好的主播 我是夏末卫视驻马来西亚记者廖元 现在就在我们的东南亚演播室 为大家带来本周的东南亚观察 3月17号开始 以联合反恐训练和人道主义救援为主题的 金融2018中检两军联合训练在检举行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 在日前的记者会上介绍了此次联训的相关情况 任国强介绍 此次联训适逢中检两国建交60周年 双方高度重视 就联训的筹划组织进行了密切沟通配合 与2016年首次金融联训相比 此次联训向反恐领域拓展 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参训兵力规模更大 双方共496人混编同训 二是课题更加贴近实战 有反恐计战术 人道主义救援等四个科目 三是出动装备更加多元 不战车 悬翼无人侦察机 运输直升机等多种武器装备参演 四是投送方式更加立体 采取铁路 海运和空中等多种方式 直升机分队远程跨近投送 任国强透露 双方对此次联训成果表示满意 中方重视发展与柬埔寨军队的 深化双方务实合作 为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多做贡献 泰国内阁27号批准了连接曼谷狼曼机场 苏安纳普机场和罗永甫乌塔堡机场的高铁项目 项目将通过为期50年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实施 有专家建议 中国企业可通过与泰国企业合作参与项目竞标 提高投标成功率 作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这条高铁全长约220公里 建成后可实现三大机场的无缝对接 据泰国政府网站当天公布的信息显示 该项目将采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 由政府负责征地费用 私人企业负责土建 电力系统 车辆 土地商业开发 雇佣监理咨询 运营和维护等费用 项目合作期为50年 其中5年为建设期 45年为运营维护期 预计2023年建成 建成后初期的日均客流量可达14.7万人次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专家表示 该高铁项目招标允许外资企业参与 但考虑到项目规模与合作的长期性 外国公司单独投标成功率低 建议中国企业可通过与泰国企业合作 结成合资企业或联合体参与竞标 印度尼西亚能源与矿产资源部副部长阿坎德拉 日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目前印尼已知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必须加紧勘探新的油田 阿坎德拉透露 印尼目前已知的石油储量有33亿桶 日均产量为80万桶 不过因为石油产量正逐年下降 现有的石油储备或许只能维持12年 不过阿坎德拉强调 若要让现有的石油储备维持更长时间 印尼必须开发新的油田 同时要研发新技术 以增加现有油田的产油量 他指出印尼现有的技术 只能够开采石油储备的40%至50% 不过与石油相比 印尼的天然气储备情况较好 现有的天然气储备可维持25至50年 本周东南亚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 我们来看一周要问苏兰 2017年新加坡发生 九起涉及中国公民的交通事故 2018年3月又发生一起 中国公民严重受伤交通事故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日前发出提醒 要求来信中国公民增强交通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遵守当地交通法规和习惯 确保自身安全 同时不损害他人安全 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携手印尼狮子航空开通的三亚之印尼四水定期直飞航班 27号成功首航 该航线是海南联合航旅集团 即三亚雅加达 海口雅加达之后 开通的第三条海南直飞印尼的航线 当地时间30号10点 温敏在缅甸联邦议会举行的简短仪式上宣誓就任总统 承诺将竭尽权力推动法治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民族和解 泰国南部皮皮岛国家公园住民的玛雅湾 从今年6月起将关闭4个月 以恢复当地的海洋生态系统 马来西亚拼离州的仪宝被称为山城 那里不仅山清水秀 更是美食的天堂 今天的探索拼离系列报道 就带您一起去品尝仪宝的美食 马来西亚常年气温都在30摄氏度左右 炎热的下午当然少不了一盘当地特色的酱油拌芽菜 当然还要配上一叠本地人最爱的白斩鸡 一咸一淡 味道搭配的是刚刚好 我面前现在这盘菜呢就是酱油拌芽菜 而它用的这个豆芽菜呢 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细细长长的豆芽不同啊 我们可以夹起来其实看到啊 它的这个豆芽呢更加的短 而且呢更加的胖实 而且啊它其实水分更充足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整个仪宝被山脉所环绕 地下水因石灰岩的关系富含矿物质 用当地山泉水所培育的豆芽菜 就特别肥美且爽脆可口 当地的文东新村还被称为芽菜的故乡 眼前的这道盐菊鸡原本是西矿工人们为了方便出门携带而制作出来的食物 既能填饱肚子还能补充流失的盐分 而如今它已经成了以保响当当的招牌美食 将当归放入筒子鸡内用油脂包裹 再放入装满粗盐的大锅里 一小时后热腾腾的盐菊鸡就出炉了 汁水饱满肉质紧实 难怪成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佳肴 盐菊鸡本身的风味其实很够 然后只是再加上当归 就让它的那个香味更出来 一天我们可以卖到四五百只 四五百只盐菊鸡如果是就是农历新年啊 或者假期这样我们可能会到六七百只都可以买得到 这一家是最出名的盐菊鸡 知道吗 是挺好吃的 还还还真的蛮老自豪的那种 作为一个美食之城 吃完主食当然少不了一碗可口的甜品 这家时常排长队的小档口 卖的是既美容又美味的豆花 原味最能让人感受到豆腐花的爽滑 花生味偏甜却不腻 加上凉粉则可以消暑降火 小店面做无虚席的秘诀还是在于乙保的水 因为这边的水源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做的工序就做的比较多一层 就慢慢研发 然后就变成今天的很滑的豆腐花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吃 鸡丝盒粉 乙保沙盒粉 猪肉丸汤 乙保的美食还有不少 等待您自己来发现 记者马月白东涛 马来西亚乙保采访报道 本周东南亚地区的华文报纸 还有哪些精彩资讯值得关注 我们一一来为您梳理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以后 就开始了雷霆扫毒 据菲律宾商报的报道 非政府开展扫毒行动一年多来 取得了巨大成就 2016年7月1号至2018年3月20号 非缉毒署及其他执法部门 共开展了超过9.1万次扫毒行动 有超过12.3万名涉毒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4075名嫌疑犯被击毙 尽管非政府的铁腕扫毒行动 招致国际舆论的批评 但非警方表示 被击毙的嫌疑犯皆存在暴力拒捕行为 29号 越南警方向中国警方移交了一名 再逃中国籍嫌疑人杨某 据越南西贡解放日报的报道 杨某涉嫌伙伙同他人 在中国非法买卖汽油 犯罪金额超过130万元人民币 案发后 杨某偷渡到越南靠打工为生 在中越双方的合作下 杨某一日前向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投案 迄今 越南已击捕 并向中方移交各类逃犯近10名 29号 周口店遗址文物展 在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开幕 展览持续三个月 据新周日报的消息 本次展览的展品共有117件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萍表示 包含北京猿人 山顶洞人等在内的文化遗产 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愿此次展览能让更多人了解北京 了解中国 东南亚打车软件公司Grab本周宣布 收购打车软件Uber旗下的东南亚业务 据联合早报的消息 Grab将接管Uber在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的业务和资产 而Uber在东南亚包括餐饮地送服务等所有业务 也将归Grab所有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东南亚观察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厦门演播室 好的 感谢料源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报道 那么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国空军31号向海内外发布中英文版强军宣传片《战神展翅》 同时发布中英文版纪念风《神威大队》 生动展现轰6K展翅远海远洋 书写强国强军新答卷的新时代强军故事 《战神展翅》用生动形象的轰6K战斗飞行画面和激情高昂的配乐 将空军轰6K飞行员牢记新时代使命任务 提高打赢能力的价值追求 浓缩3分12秒的影像里 一套三枚中英文版纪念风《神威大队》 展现空军神威大队奋飞强军新时代的形象风采 被誉为《战神》的轰6K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中远程新型轰炸机 依照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2015年3月30号 中国空军轰6K战机首次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巴士海峡 在西太平洋上宣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 中国空军列装轰6K战机的航空兵部队 据沿战谋战的兴气 力勇往直前的胆气 壮敢打必胜的底气 养力剑亮剑的霸气 三年来实现了常态化赴西太平洋远洋训练 常态化警讯东海防空识别区 常态化绕岛巡航 常态化战巡南海 中国空军发言人申静科表示 以神威大队为代表的空军轰6K飞行员群体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正在向着全疆域到达 全时空突击 全方位打击目标奋飞前进 今天起旅客可以通过网站 订票电话等方式 购买今年五一小长假 首日的火车票 2018年劳动节下期 共三天 为4月29号至5月1号 从今天起 有出行计划的旅客 就可以通过12306网站 12306手机客户端 或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 抢购五一小长假第一天的火车票 车站窗口 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延后两天开卖 预售期为28天 旅客可于4月2号到现场购票 而购买5月1号返程票的旅客 可在4月2号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票 此外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自2018年4月28号起至年底 铁路部门将对广州至珠海 丹东至大连 青岛至戎城 武汉至孝杆等28条成绩铁路 部分动车组 列车票价 实行不同形式 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 最大折扣幅度 由前期试点的10% 提高到20% 除了扫墓呢 外出踏青旅游 也是清明期间的习俗 那么记者连人来走访了 厦门市的多家旅行社了解到 今年清明假期 国内多条航线 纷纷推出了机票促销活动 此外呢 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 香港成为了清明假期 热门旅游目的地 据了解 清明节期间 厦门出发前往全国各地的机票折扣 均在3到6指之间 而在价格方面 清明期间的机票价格 普遍比现在有2到3成的优惠 像是4月1号到4月4号 厦门出发前往长沙的机票 都维持在450到600元之间 而到了清明节当天 这趟航班的最低票价 只要274元 此外 清明期间 宁夏多个景区 针对福建游客 推出了门票优惠 除了优惠的机票价格 汇率波动带来的旅游优惠 也为市民出游 创造了便利条件 今天 港币对人民币汇率 跌破0.8大关 推动了市民赴港旅游消费 加上清明假期是传统的旅游淡季 旅行社富港油产品价格 相比春节降幅超过30% 众多利好因素的叠加 促使香港成为清明热门旅游目的地 像个人出游的话 他个人成本的 吃然后住这一块的话 会有一部分的 可以缩减他成本这方面的 一般自由行跟港澳在两个团左右 但是我们今年的话 还会增加到三个团期 随着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临近 位于海南琼海的博鳌 又成为了各界瞩目的焦点 被誉为博鳌亚洲论坛第二月章的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目前已经吸引了几十家 具有国际水准的医疗机构入住 其中博鳌超级医院今天上午正式开业 预防公颈癌的酒驾疫苗 也将在先行区开放接种 我现在所在的是博鳌超级医院 那么这个医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口气 把自己叫做超级医院呢 来看我身后的展板就可以知道 它这个超级医院呢 它引进的专家团队里面呢 有七位是院士级别的 而据了解呢 现在中国最顶尖的301医院 只有五位院士 博鳌超级医院所采取的是一个 共享医院平台 加若干个临床医学中心组成的模式 由政府出资51% 采取混合所有执行师运行 临床学科由国内排名前三的学科组成 由临床医学领域工程院院士 和顶尖医学学科带头人 领衔组建团队 以各专科临床中心的形式进驻 我们在先行区可以先行先试 国外已经有的这些药品 耗材或者是一些器械 在我们国内CFDA 还没有批准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儿可以先用 超级医院所在的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被国务院赋予了9条优惠政策 共四个特许 也就是特许医疗 特许研究 特许经营和特许国际交流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省长 沈小明曾透露 三月底在先行区 或将核打预防公顷癌的 9架HPV疫苗 想要接种9架 供颈癌疫苗的女性 无需前往香港或国外 在海南博鳌就能进行接种 更多新闻 来看一组简讯 31号 中国高分1号 02、03、04卫星 在太原三星齐发 以一箭三星成功发射 标志着中国首个 民用高分辨率光学业务星座 正式建成投入使用 目前中国第34次南极考察队 成功完成对南极 阿蒙森海区域的 首次海洋综合调查 获得南极绕极流核心区域 全深度断面观测数据 为研究近几十年 南大洋水团和环流变化 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31号 上海首条交轮路轨 全自动无人驾驶 APM线 旅客自动运输系统 浦江线通车市运营 全车不配备司机和跟车人员 车头和车尾有超大的景观车窗 沿途美景一览无余 31号 厦门首个微公益联盟正式成立 该联盟为纯公益性质 将充分发挥平台作用 联合公益组织爱兴企事业单位 商会和普通民众 方便各成员开展交流互助合作 已有20多家公益组织爱兴企业加入 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30号台立法机构对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进行本会期最后一天总质询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压轴登场 针对当前两岸困局王金平指出 两岸一家亲是当前两岸关系下 较可能被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王金平指出 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虽然遭到民进党支持者的反弹 更今年2月底 台湾民意经济会的民调却显示 有51.7%的民众赞成两岸一家亲 取得跨年龄层跨省级的多数支持 35至64年龄层的民众 更是绝大多数赞同 都不局限于党派之间 两岸一家亲的主张 与金平任中爱台 汉文台魄的理念 似乎可打破当前两岸困局 找到可发展的方向 可实践的道路 王金平还表示 根据民调显示 现在台湾有40%的人 愿意赴大陆就业 38%的人愿意让孩子去大陆念书 是八年来的新高 而且比例呈上升趋势 面对这种情形 台当局反抗对抗的旧思维 显然以难因因新变局 两岸硬碰硬的冲突 既会必要的选择 也非必然的发展 只有尊诚面对现实 实事求是 才有解困的方案 否则再多的口号 声明对人民而言 多云不切实际 而无感 能感 顺至于还感 下面我是这台记者 台北综合报道 过半数的台湾民众 认同两岸一家亲理念 这说明台湾民众 对两岸和平发展的意愿 是越发的强烈 那么相关内容 我们请张慧带我们来看 张慧 好的 王刚 我们来看 针对王金平日前有关 两岸一家亲的表述 香港中评社的评论就认为 王金平他不但是 道出了他个人的心声 反映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良心 也点出了台湾民众的焦虑 社会的危机 两岸的现实 以及台湾的出路和方向 作为一个具有指标性 和一定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公开呼应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两岸一家亲理念 大胆地说出台湾各阶层 广泛认同两岸一家亲理念的 这个现实 对导正台湾社会 一些错误的观念 促进两岸交流融合 有着积极正面的意义 的确 两岸一家亲理念 正在台湾民众的内心 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那对此呢 那连清律的这个民调机构 也是毫不讳言 2017年7月 台北市长柯文哲 到上海交流时 也提到过两岸一家亲 清律的台湾民意基金 这个民意基金呢 特别对此进行了民调 结果就显示啊 有过半数的台湾市民 是认同柯文哲 两岸一家亲的言论 柯文哲取得了跨年龄层 以及跨省级的多数的支持 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邮银龙 他就表示说 柯文哲选择了 意识形态正确的一边 有助于他稳固高民意支持度 和确保连任 蔡英文上台以来 台当局意识形态作祟 不问民生 只管权斗 导致台湾社会是矛盾重重 动荡不安 台湾民众普遍是陷入了 苦闷彷徨无助的窘境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大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展现了为两岸民众 谋福祉的气度和情怀 大手笔大力度的出台三十一条 愿意让台湾同胞 率先的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愿意为广大的台湾同胞 在大陆发展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 这与蔡英文当局 只管权斗不问民生 千方百计的阻挠 两岸交流的行径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者高下利剑 会台措施戳破了民进党 当局调整两岸政策的假象 让台湾民众是认清了 民进党的台独本质 也增加了台湾民众 对大陆发展模式 和经济社会制度的认识和认同 随着体现两岸一家亲理念的 三十一条会台措施的全面落实 势必将更进一步的增进 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情感交融 以上就是我的梳理 再把时间交还给王刚 好的 谢谢张会的梳理 台湾行政管理机构 今天公布首届所谓的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正副负责人及成员提名名单 不过由岛内舆论担忧 所谓促转会 若不以真相和解为出发点 最后的结果就是将 转型正义 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主委就是黄黄熊 徐国勇表示 黄黄熊是所谓 促转会负责人的合适人选 负负责人则提名现任台湾方面陆委会 副主委张天青转任 另外四名兼任成员名单 分别是长老教会总会助理总干事高天会 台湾所谓司改会执行委员尤博翔 台湾历史研究学者徐雪基 以及台大历史系教授花一芬 对于这份名单 时代力量党团肿 徐永明表示有点失望 他说黄黄熊有争议 张天青又好像跟转型正义无关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李燕旭表示 这份名单连支持转型正义的清律学者 都有意见 未来促转会的决议 难有和解共生的可能 台湾政治评论员唐慧林叶表示 这份名单部分成员 政党色彩浓厚立场明确 根本称不上转型正义 除了黄黄熊主委以外 我们看到其他促转会里面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其毒的色彩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这个不叫什么转型正义 这个叫做清算斗争条例 唐慧林表示 蔡英文上任以来 就一直在强调所谓的转型正义 但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老百姓 只是拿来作为追杀国民党的另一个工具 想把所有的历史文献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便掌握话语权 其实它跟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一样 就是反正我说了算 我现在可以预阅检查机构 我已经整个权力一把抓在我手上了 那其实这样子对台湾来讲 只不过是走一个斗争 清算斗争的回头路而已 完全无异于促进什么任何和解 或者挖掘真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几日前爆料蔡英文 与柯文哲私下见面谈合作之后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再度爆料 称民进党及民代刘世芳 退出高雄市长初选的真正原因 与高雄市长陈菊将北上接任蔡办秘书长有密切关系 陈水扁指出 今年1月7号上午 刘世芳才由新潮流系大佬陪同拜会过陈水扁 怎么可能才过几天就退选 陈水扁还说 蔡英文更亲自去查看蔡办秘书长官邸的整修进度 显示新秘书长一定是蔡英文非常尊重的重量级人物 对于这一传闻 蔡办发言人黄崇燕解释称 蔡英文非常看重这个职务 一旦有确定人选就会正式发布 在新任秘书长人选确认前 这个职务由副秘书长刘建新代理 而蔡英文也在30号表示 秘书长人选不可能继续玄缺下去 刘建新也说过很多次不要代理很久 并在积极协助找人 蔡英文强调等一切有具体方向之后 他会公开向大家说明 同时也承诺等待时间不会太长 对于陈水扁的爆料 陈菊31号出席活动时直言 虽然也看不懂但谢谢他的指教 而民进党籍民代段仪康则指出 这十几年来在高雄最照顾扁家 最保护陈水扁的就是陈菊 但陈水扁现在为了帮儿子陈志忠充人气 刻意制造话题制造冲突 炮轰蔡英文民进党 现在居然把炮口对准陈菊 段仪康痛批 这才是陈水扁的真面目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有超过六成的台湾民众认为 生活周遭正面临空气污染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显示 有61.7%的受访者表示 生活中正面临空气污染 远高于噪音污染33.5% 垃圾污染25.1% 水污染20.8% 以及土壤污染19.0% 另外有44.9%的民众不赞成更新深奥燃煤火力发电厂 从政治立场交叉来分析 无论是泛蓝泛绿或是中立的民众 认为自己受空污影响的比例都超过六成 换句话说 民众对空气污染的感受并不会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有差异 空污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全台性问题 数据显示民众比较能够接受的发电方式 依序为再生能源90.9% 天然气67.4% 核能49.4% 燃油28.1% 燃煤20.5% 这说明在空气污染未找到解放的情况下 相对干净的能源明显比较受到民众支持 感谢收看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